大家好,当你在看悬疑剧或者推理小说的时候 会发现经常有一些线索啊 是被编剧和作者给故意淡化了的 然后呢,你就会一直带着悬念,看完整个作品 而当最后揭晓答案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 那些淡化的线索实际上都是你之前看到过的 只不过呢,它被刻意的淡化掉了 而我最近发现啊,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 它身上有很多的线索都在指向着某种未知的意图 而那些线索呢,却没有被淡化,全都是显性的 只是没有人把这些线索给串联起来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人啊,马斯克 马斯克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啊 叫马一郎,用于在台湾的公司登记 所以好多人说他姓马呢,也是没啥问题的 那截至今年2022年,马斯克是全球富豪榜的榜首 这里多说一下这个全球富豪榜啊 全球富豪榜到今年已经35年了 由著名的杂志福布斯主办的 但是这个富豪榜呢,也不是唯财富论啊 比如财产来源不明的人,就不会被统计在内 还有就是皇族和独裁者也不会上榜 就比如像和珅那种巨贪 虽然富可敌国,据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50个人里面排第34位 但是呢,他的财富也是来源于权利 自然也不会上这个榜 所以就可以说,全球富豪榜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凭实力上去的 而马斯克呢,则是在今年以2190亿美元的资产 首次登上了榜首的位置啊 而且他和第二名亚马逊老板的差距呢,是420亿美元 这个差距有多大啊,就是香港的首富李嘉诚的资产是360亿美元 中间还差着60亿啊 而这在我看来呢,更像是马斯克达成的一个成就啊 马斯克出生在南非,他有着英德血统 童年时过得不怎么好 因为他对他爸爸的评价是可怕的人类 在他10岁的时候呢,接触到了电脑和游戏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久之后,他拥有了第一台自己的计算机 然后他开始学习程序设计 在12岁的时候,编写了一个电脑游戏太空大战 并把它卖给了一个电脑杂志,得到了500美元 那当时呢,是1983年 此时的马斯克还是在南非 他的高中都是在南非上的 那在他18岁那一年,马斯克去了加拿大 寄宿在表亲家里 平时呢,就是打打零工 第二年,开始在加拿大的女王大学学习 两年之后,去了美国继续学习 并在B7法尼亚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学士学位 那么这段求学的过程 18岁之前在南非,后来在北美 以及选修物理和经济学的经历 在我看来,就是技能加点 那这个时候的马斯克呢,是24岁 当然在这期间,他曾经在硅谷的两家公司实习 那硅谷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是科技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地方 那有人觉得马斯克可能志向在此啊 但我觉得他是在那里领取了自己的主线任务 那么转年,1995年 马斯克和他的两个合伙人获得了一笔天使投资 随后创办了一家网络公司 这家公司干什么的呢? 就是开发网络城市 当时还是报纸的天下 美国人尤其爱看报 马斯克的公司就是为报纸出版商 开发网络城市指南 由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大众点评和高德导航 但当时不是这么叫的啊 他们当时分别是做了地图导航还有黄业等等的细分 那这几个项目直到今天也没有衰落啊 而且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里面 但是当时可是27年前啊 可以说他的眼光和思维都是很超前的 1999年的时候呢 康伯公司十分看好他这个前景 决定收购 最终花了3.07亿美元拿下 马斯克因为持有7%的股份 得到了2200万美元 那就很多人说这是马斯克的第一桶金啊 我觉得呢就是在升级 那刚刚说马斯克的眼光和思维超前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 手里有了2200万美元嘛 马斯克在同年也就是1999年就联合创办了一家新的公司 X.com后来公司和另一家做了同样事情的公司合并啊 成了一家人 那家公司的产品呢就是大名鼎鼎的PayPal 那至今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平台 那捷克马的支付宝呢就是从这里面取得精 PayPal的创始人名单里面马斯克也是赫然在列 那这又是一个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东西啊 那么PayPal的业务是越做越大 引起了当时全球网购一哥eBay的注意 感觉自己的网站要是能有这样一个方便支付的平台 简直就是如虎添翼 就像淘宝和支付宝一样啊 于是在2002年 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PayPal 那马斯克呢就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得到了1亿多美元 是的 他的财富又大大的增加了啊 那么如果是你拥有一亿美金 你会做什么呢 可能你会想出一万种用法以及花法 但是呢马斯克拿着这一亿美金转头就去做了火箭啊 这让所有的人都大的眼睛 简直是觉得荒唐 因为火箭和太空相关这些事吧 放眼全球 它都是以国家为单位在主导的 因为这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还需要高端的人才和科研技术 财力较小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去尝试的 而马斯克呢作为一个商人 而且只有一亿美金就赶往火箭上面想 就多少有点吃人说梦啊 那一亿美金确实不少啊 但是放在火箭项目面前 可能连个水花都掀不起来 但是呢他就是去做了啊 拿着刚赚来的一亿美金啊 就去造火箭了 马斯克的这家火箭公司叫做SpaceX啊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最初的设定目标是降低太空运输成本 以及创造移民火星的可能性 那么移民火星这个词一出来啊 全世界可以说是一片沸腾 只不过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马斯克就是一个失了智的狂人 但我觉得呢 这可能是他主线任务里面的其中一环 那么结果现在你们也看到了啊 公司研制出的猎鹰九号火箭啊 做到了主体回收循环使用 太空运输的成本确实是降了下来 到现在已经把数千颗卫星成功的送上了近地轨道 虽然移民火星的计划已经好久没有人提起了 但是别忘了 除了猎鹰九号之外 SpaceX公司还有一个龙飞船 十年前呢 龙飞船就实现了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 两年前龙飞船二号把两名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那到今天为止 这家公司才成立了20年而已 所以谁能断言马斯克就放弃了移民火星的计划呢 那么依靠猎鹰九号低廉的成本 马斯克顺势启动了另一个计划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星链计划 最近在俄乌战场上也是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啊 再有呢就是特斯拉汽车 这个大家更熟悉啊 不多介绍 但是他有一个举动就让人感觉他不太像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啊 2014年马斯克把所有关于特斯拉的专利开放 而在他开放专利的时候已经有公司在花钱使用他的专利了 这就等于是主动放弃利益了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可能是马斯克在下一盘大棋啊 但是商人逐利的本质在他这里边我是没有看到多少 他手里面一旦有钱他就开始去搞事情 而搞的事情呢往往是大家不太看好的 那么以上说的呢都是大家常常会听到的项目 其实马斯克同时还做着这样几件事啊 就是亚音速的浮空列车系统 轨道建设 太阳城项目 非盈利的人工智能研究组织 还有我们之前担忧的脑机互联项目 以及最近发布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这些项目呢单独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是如果把它们串联起来 又好像隐隐的透着一些目的性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听一乐的时间段了 我是觉得马斯克是在构建一个文明的走向 如果世界是虚拟的 那么马斯克很可能是这个星球上唯一可以确定的真实玩家 我们展开说说啊 他做的每个项目都是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个我们前面就反复提到啊 包括地图啊导航啊在线支付啊电动汽车等等 而且呢都已经产生了着实的影响 然后后面那些少为人知的项目 我感觉他指向的更像是一个地下文明 如果是地下文明的话 那么和火星移民计划有没有关系啊 就真不一定了 压音速浮空列车就是接近音速的轨道系统啊 简单说就是利用真空隧道和胶囊车厢来实现 那么把它和隧道建设联系来看呢 那就是一个地下的压音速轨道系统 而隧道建设也是马斯克在座的事情之一 那么能源从哪里来 可以看它的太阳城项目 这完全就是利用太阳的能源 所以呢能源是从地面来 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构建出了一副地下赛博朋克的场景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另外三个项目 脑机互联 人工智能 还有最近发布的机器人 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结合起来 就是他现在在做的事 它会达成一种可能 就是大规模的复制智慧型劳动力 而脑机互联呢 就是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人为的用意念控制某个或多个具体的机器人 而现在呢 马斯克正在实现它们 科技的飞跃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快啊 还有呢 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担忧嘛 就是脑机互联和人工智能一旦结合起来 那个飞跃可能会来的更加恐怖 而且你还会注意到 特斯拉在做的事情之一 就是搜集人类行为 记录人类的影像吧 另外我觉得星链计划也挺意外吧 其实地表的网络建设成本要低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马斯克呢 就坚持要打造自己的星链计划 他的前期投入是十分巨大的 而且呢 还伴随着收益风险 现在可能才刚开始收益 可他的投入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啊 那他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不是他觉得地表的网络是靠不住的呢 所以你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龙飞船一号二号 你会想到什么呢 其实我是觉得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啊 做的事情好像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他的项目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目的性高于赚钱 就是他想要什么更重要 比如他的人工智能项目就是非营利性质的 他的赚钱呢好像都是顺便的啊 这就是妥妥的玩家心态嘛 所以我会觉得他的行为就像是一个游戏 世界里的真实玩家 做的事情都是以人类视角而出发的 那么前面说的升级啊加技能点啊 主线任务啊长经验等等 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有这些猜测呢也是因为他最近的一个行为啊 就是他最近在俄乌问题上还有台湾问题上都发表了一些看法 大概就是说 乌克兰应该让那些被赞成式的人们再次进行投票啊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而还说中国应该在台湾建立特别行政区啊 我在想马斯克作为一个商人 肯定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啊 但是我感觉啊 他是那个希望这个世界局面维持稳定的人 其实俄乌战场最大的威胁就是核武器啊 到现在人们也说不好核战争究竟会不会打响 如果核战争打响了 那么马斯克的地心构想啊 当然是我猜测的那个地心构想 还没有成型嘛 所以主线任务就会失败 而且你看他的用词就是和平计划 一切都可以做下来谈 商人啊一般不会喜欢参与这种事 无论如何都会得罪其中一方 但是呢 马斯克就宁可得罪人 也要把板凳给双方摆好 希望能够坐下来谈 避免核战争 那么这背后的动机就很有可能 是为了那个主线任务 然后呢我再做个预言啊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呢 一定会出现一款产品 它的名字呢就叫做马斯克 因为我觉得历史上应该不止出现过 这一个玩家 比如特斯拉 那么未来应该也是 那他做的产品就应该叫马斯克了 最后我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人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玩家心态 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